好事成双,无疑是当下热度最高的都市女性剧了,果然即使女性题材烂剧评出,但还是收拾密码般的存在。 更何况,这部剧还和烂字没有太大关系,爽文大女主手撕渣男,昔日恋人重逢,家庭主妇不断逆袭成功,这些看点让观众越看越上头。 最新剧情中,魏明这个渣男角色暴露本性,小三与袁佩之间的暗斗开始摆在了名面上,两人为对付渣男,联手找出魏明有损公司利益,找媒体爆料的证据。 袁佩联手小三私渣男,这种情节放到哪里都是相当炸裂的,难怪好事成双,越看越上瘾呢。 除了剧情跳脱出套路,足够吸引人类,自然少不了演员的功劳,剧中演员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,不仅演技好,颜值还高,一个比一个狠。 第一位,李泽峰。李泽峰把渣男演得太到位了,一次又一次地想让人扇他几巴掌。 在前面的剧情中,不管是在林双面前还是在江喜面前,李泽峰饰演的魏明都装成好脾气的样子,而最新剧情里,魏明暴露出真面目。 魏明前脚未升值与江喜一刀两断,后脚怀疑江喜抓到了自己的把柄,站起身来扫视江喜的身影,焦急,怀疑,不相信各种情绪藏在他的眼神中。 紧接着,魏明开车找到江喜,一脸阴郁,紧咬牙关,说出上车两个字,车内的氛围瞬间降到了冰点。 在车上渣男更是一句话不说,看似面无表情,但不高兴三个字已经写在脸上了,什么都不做,李泽峰就能表现出人物的情绪,这演技真是太绝了。 随后,魏明带江喜来到餐厅讨好江喜,刚开始,魏明还沉浸在之前愤怒的状态,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江喜,不带任何感情。 虚伪地用甜言蜜语哄骗着江喜,越说越进入状态,眼中又多出温柔,嘴角上扬,一副好人的样子。 这段看得我太恶心了,但李泽峰太知道怎样抓住角色的内心了,从愤怒装成不愤怒的不适应,再到游刃有余,谁能把渣男演得比李泽峰还出彩呢? 第二位,张嘉尼。 虽然有些人吐槽张嘉尼的表演有股穷摇味,但张嘉尼的演技是到位的。 剧中,张嘉尼饰演的江喜穿着礼服在晚上来到魏明的办公室,娇羞地站在魏明面前撩拨下发思,左右歪着头。 等到魏明站过来又用脚踢开裙子,顺势与魏明产生肢体接触,之后自然地套在魏明怀里,眼里皆是讨好,声音微微加起,说着自己为工作的努力。 听到魏明不打算带自己去酒会,精心准备的一切泡汤,插着手质问他,眼中的光瞬间消散,逼着头不再看向魏明。 张嘉尼的一贫一笑,把我的魂都快勾走了,别说魏明了,置眼得还不好。 第三位,黄晓明。 去游之后的黄晓明不光颜值回春,演技回到这影帝的水平了。 剧中,黄晓明饰演的顾许来到医院帮忙照顾林双父母,看见曾经在学业事业上大放异彩的林双成了家庭主妇,心里全是遗憾。 他站在林双面前,眼神失落,强压着声音,怕屋内的林双父母听见,一字一句质问林双这些年在干什么。 一场戏下来,顾许心中为林双感到不甘,遗憾的情绪被黄晓明演绎得淋漓尽致,也给两人之后的感情线埋下了伏笔。 这些演员的发挥可谓是相当精彩,既能精准把握角色的情绪,又能带动观众的情绪,分分钟将观众带入戏中。 不过有好就有坏,剧中有位演员让人看得难受,堪称整部戏中的败笔。 女主张小斐的路人员一向不错,在《你好》,李幻英中大放异彩,不仅收获了众多女儿粉,还拿下了金鸡影后。 可在这部新剧中,张小斐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,遭到了观众的狂潮,收获差评一片,到底是怎么了? 其实张小斐本身的五官不惊艳,有些顿感,不过比较耐看,这样的形象让他演些气质挂的角色游刃有余,不过演女强人可就违和了。 哪怕是穿着端庄贵气的礼服,也掩盖不住身上的长辈味儿,尤其是与张嘉尼站在一起时,气场瞬间被碾压。 更可惜的是,在这《好事成霜》中,张小斐的演技似乎也被封印住了。 就拿林霜爸爸住院这段戏来说,林霜爸爸腿骨折被送到医院来,这时魏明打来电话,埋怨他没照顾好魏爸魏妈。 按理说,这会儿林霜应该是失望,厌烦,或许还有点伤心。 然而张小斐从接电话到挂电话全程面无表情,他的表演却好像接了个无关紧要电话。 而后,林霜转身看见顾许站在自己身后,直言对自己太失望。 这段时间里,林霜无数次回想之前的决定,说明他心里是后悔的。 看到曾经被自己碾压的同学过得比自己好上百倍,还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,不伤心也该难过呀。 但在张小斐的脸上看不见任何东西,他只是盯着顾许说这段话,然后转身低着头转身离开。 好家伙,这表情和接电话时的表情一模一样,丝毫情绪的起伏和变化都没有,像个木头人一般。 哎,林霜让顾许失望,张小斐让观众失望。 可以说,好事成双这部剧全员演技过关,唯有一人的表演拖垮全剧,张小斐彻底刷新了人们对影后的认知。 张小斐凭着多次参加春晚成名后,路人员一直不错,之后借你好,李幻英一战成名。 但这次却在好事成双中翻了车,败坏了不少路人员。 从张小斐的表现来看,演员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,发挥出本身的优势,而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,不管什么剧和角色都要试一试。 所以,演员想要转型的时候也应该掂量掂量,自己的能力和演技能不能接受住观众的审判,只希望后续剧情中,张小斐的表现能好点吧。